应该落叶归根,把遗体埋葬在家乡,其灵魂才能够得到安宁 这种思想在中国流传了很多年,直到现在还有人遵守 需要注意的是落叶归根的思想,只是在中国比较盛行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人在死后,只要有一块地方安葬,不管埋到哪里都可以 有些比较特殊的人,去世之后非但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甚至还离开了地球 世界上死得最远的五个人,其中一个目前已经飞过冥王星 再不远的将来,甚至有可能会飞出太阳系 这五个死后在太空漂泊的人,有三个是苏联的宇航员 他们在空间站工作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不幸遇难 因为没有及时回收他们的遗体 飘荡到了其他地方,苏联后来因为回收太过困难 无奈地放弃了他们,第四个人是一位美国天文学家 他叫尤金舒梅克,他从小就是一个学霸 16岁的时候考入加州理工大学 后来被美国地质调查局派去搜寻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油矿 1960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尤金舒梅克对天文非常痴迷 他发现过很多神秘的星系 为原类的天文学研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尤金舒梅克是行星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去世之后被美国用人造卫星发送到了月球 第五个叫克莱德·威廉·汤伯,他也是一位美国的天文学家 1930年,他发现了冥王星去世之后 美国为了纪念他 把一部分骨灰放到了宇宙探测器型 把他发送到了冥王星 根据探测器反馈回来的数据 他已经飞过冥王星,即将飞出太阳系 不过太阳系并不是宇宙的重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位美国的天文学家肯定会越漂越远 科学家一直认为宇宙非常浩瀚 除了地球之外 肯定还会有很多诞生智慧生命的星球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人类在未来有可能会真正走出地球 到其他星球定居 甚至还有可能跟外界人接触